哈囉 各位Machiu的夥伴 大家好 大家問 為什麼我們一定要做金三角 有三個原因 第一個就是買二送一 第二個就是完成考核 第三個就是搶占點位 那什麼意思呢 什麼叫買二送一 今天如果我們是只有一個點位 那麼公司的要求是你要完成左一右一 那麼你才能夠領取這些對碰跟乘碰的獎金 如果你沒有完成左一右一 那麼你的上面的這個推薦能 滑落下來的業績形成了對碰 你是沒有辦法領取的 好 所以我們來看 當我們去做了金三角的時候 你自己等於是你的一號球 推薦了二號球跟三號球 所以你的直推獎金140 140都是你的 那這時候就會形成一個對碰70 然後再加上一個乘碰就是150 因此你就零到500 是不是等於你第一個是免費的 這已經回本了 所以買二送一 隔天就回來了 所以為什麼我們這個小投資有大回報 那第二個部分的話就是完成考核 剛才我講到了左一右一完成考核 那麼上面往下滑落的時候 就會在你的二號球下面 形成一個大區 那麼你的第一個推薦呢 如果你就可以往你的右邊放 當然你往右邊放的時候呢 就會形成對碰 那這個右邊的是你的直推 直推的話 直推獎金40% 對碰20% 乘碰28% 碰出來的話就是88% 那麼如果是團隊發展出來的 那他的對碰獎金20% 乘碰28 然後呢加起來就是48 好所以呢你看 是不是很重要 如果你沒有這樣做的話 當你出現了一個強降 你就你想放在右邊 不好意思不行喔 你必須要先推薦一個放在你的這個左線 你才能夠把你的這個強降放在右線喔 那麼也就是說那你到時候 你要自己去做這個 自己買一個588來給自己推薦 那麼那時候呢就變成是在這下面了 好啦 有趣啦 同樣要花這個錢 那你本來是所有安置的上限 結果變成是所有安置的下限 好 所以一開始的佈局呢 決定了最後的結局喔 那最後呢 就是完成搶占點位喔 好 這個部分 你是所有人的上限 當你的業績呢 發展很好的時候 好 你這邊呢也發展得非常好 都能夠自動運作的時候呢 你就可以什麼樣 好 在這邊 在做發展 那在做發展的時候呢 這邊就會 會不會形成對碰 好 那這邊就可以領一次 那這邊跟這邊 可不可以再對碰 好 又形成一次 是給這一個 好 再領取 好 同樣的 如果這邊已經很穩定了 這邊同樣也可以再開一條線 這兩邊也可以形成對碰 是這個 第三號求領 好 那這個 這個是給一號求領 兩邊再對碰 又給第一號求領 所以呢 就是有三倍的收益 好 所以一開始的佈局很重要 好 那再來就是說 我們 在 做這個部分的話 當你發展到一段時間的時候 那你的收入 這邊呢你可以先 什麼 就是有大的業績的時候 你這邊可以先升級 那麼這邊呢 還沒有發展出來的時候呢 它不需要重銷 好 那麼 等你都穩定的時候 一旦你有開始對碰領錢 就開始需要重銷 重銷的話 一個月就是兩百塊人民幣 那就是買一盒產品的意思 所以呢 我們一開始的時候就先做兩條線 好 讓兩條線大了之後 你再去開你的二號求跟三號球 好 好 所謂開的意思就是 當 它的 右邊 產生業績 兩邊形成對碰 那麼 這邊 如果你還沒有開球之前呢 你這邊的發展出來的業績 都可以累積在這上面 可是一旦產生開球 如果這邊有五萬或者是三千的業績 一萬或者是三千的業績 你這邊呢就要跟著馬上升級 就要跟著馬上升級 否則就會流失掉這些大邊的 這個超過五百以上的業績全部會流失掉 所以一開球變成要升級 因此呢 所以我們一開始都不開 好 不然的話你一下就要升級很多個 那當然有的人 更有企圖心的人 他會怎麼做呢 他做一萬 一萬 一萬 那麼呢 為什麼這樣做 因為他這兩個一萬直接給這邊就回本了 好 所以就是這兩個一萬在做操作 然後呢 他可以有兩個強將 公司有兩個強將 一人負責一邊 好 那麼 所以他就可以做得很穩 好 那他就可以直接享受到這三倍的收益